各位同学大家好,Vector的第三页第二段片 这里开始想介绍乘法 不过这个乘法叫做scalar multiplication 跟我们的matrix的scalar multiplication是相似的 是什么意思? 意思即是说它有一个叫scalar 就是一个数字,我们曾经解释过什么是scalar 是没有方向的一个数字 你想像是一个量 然后我们就乘一个Vector 你看到有Vector的符号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这样的例子 如果那支Vector的例子是 叫做u 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想知道 乘个2u给它是什么 2就是我们的scalar u就是我们的Vector 这个就是我们的scalar multiplication 出什么呢?我先说了结论 稍后就给大家看一看软件 其实就是 跟它同一个方向 不过两倍那么长 如果我问 1u 即是 那个长度就一半 但是 方向就仍然 相同 再来多个 如果-2u 又怎么理解 即是2u相反 向这边指 这样 所以样子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个少少的 IT作品 这里有个K叫做2 你想想如果2枝 v剩下 其实就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看到长度就会是 v的2倍 指的方向是一样的 一样的方向 如果是3 4 4也是一样的 这些全部是一样的 不理在哪里 怎么开始 长度一样就叫做一样的 你看到 4就即是将长度乘4 然后 然后指的方向是一样的 如果我乘个负数呢 负1我们曾经界定过 向相反方向 负3 负3就是 长度就乘3倍 方向就调转 这是负数的意义 所以 来到这里 我们都可以很快就看到一个结论 如果 K是正数 乘了K之后 如果 本身的A 跟Ka 那个 情况就是 长度就乘了K倍 但是方向 就会是相同的 Same Direction 如果是 K是负数 就像刚才那样 负2 Ka 跟A 有什么关系 那个方向 就刚刚好 相反 调转 Opposite Direction 如果0呢 刚才你有撒拿汉 不知道你能看到 0的话 K是0 0乘A 当然是0 但是0 是0 vector 这样 是这样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就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 对于一些 0 vector A的话 这个 Ka 无论K是什么都好 其实它都会是0 vector 本身是0vector 你大约多少倍的长度都是0 好 好 剩下来 大家可以 pause pause 试试这个checkpoint 在这个figure里面 将BC in terms of A 好了 假设大家pause完 看了 Bin terms of A 你看看 B和A 不同方向 所以我给它一个负好 那是否等于负A 不是 如果负A 一样长 B到底是A的长度多少 刚刚没有一半 所以就是二分一 那C呢 C看看 现在的C 是 跟A指着同一个方向 所以 一定是A 不过长度 我乘回长度控制它 C到底是A的长度多少倍 3倍 所以是3A 所以这个简单的checkpoint 由以上的例子 想带出一个很有用 很有用的条件 就是在原来vector的世界 什么 可以条件判断它们平衡呢 如果以前在座标的世界呢 两条直线平衡 就要斜率相等的 现在在vector的世界呢 两支vector平衡呢 我们只需要说 它们的两支vector 是 双等 不过呢 双差一个k的 scaler 这个k可静可负的 因为它可以 这样子 负的话 就这样反过来 都是同一个 opposite的双方向 这也是叫做 parallel的 好 那我们呢 第三页b 就到这里了